駕駛把車停到路中間 直接開門下車 朝著副駕駛座破口大罵 還動手推了一下 之後又回到車上 才開不到幾公尺 突然加速網右軌切 毛利重裝入圓 副駕駛車門突然甩開 妻子和一歲的女兒彈出車外 慘摔倒地 附近民眾嚇壞 立刻報警 21號下午4點半左右 李星駕駛開著小貨車 載著妻女外出 途中一歲多的女兒遭動吵鬧 突然打翻放螺絲的工具盤 讓李星駕駛搭動肝火 不顧後方車輛猛按喇叭 當街下車和妻子大吵 隨後又回到車上往前開始 妻子一氣之下 出手拉動方向盤 導致車輛失控 跟著女兒摔出車外 身體多處差錯傷 同時救護車上往 醫院救醫後無災 一家夫妻兩人在玩手 手疲倫 夫妻的脫緒行為 造成小孩受傷 兩人都被移公共危險罪 含送偵辦 警方也通知受惠局 介入關懷輔導 另外兒童為坐安全座椅部分 可依道交條例 儲最高三千元罰還 藉由姚立雄 黃明君 陳光宇 新聞報導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 所需要的穩健颱風 以及掌握突發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 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